阿嬤 先出來 先出來 聽到家屬哭喊 阿嬤還在裡面 圓警二話不說 衝進火場要救人 先出來啦 先出來了 鬼姐 廚房裡面農業密布 家電用品東倒西歪 天花板還不斷有 零星火苗掉下來 情況十分危急 先出來了 人先出來 阿嬤一邊咳嗽 一邊被兩名圓警拉了出來 下一秒捲動廚房建築 就陷入一片火海 消防隊員趕緊布水仙灌救 不是 太適合了 這個前面的人看到 阿嬤坐在路邊驚魂未定 原本在睡夢中 卻突然被鄰居叫醒 幸好在圓警協助下驚險逃生 客廊發現阿嬤 他在廚房內嘗試滅火 立即進屋將阿嬤代理撤出 所信有機警鄰居報案 圓警也在第一時間疏散住戶 最後火事順利在半小時內 撲滅五人傷亡 結束一場深夜驚魂 記者潘正賢蔡山台東採訪報導 紅人教導 紅人教導 高音老人教導 紅人教導 紅人教導 黃人教導 小金22 收入 紅人教導